现如今 微生物已在全球死亡三年之久 无数大型企业面临倒闭 全球经济遭到重重 人类安居乐意的生活也被完全打破 种意鬼才尼海沙曾说过 微生物在不断变异的 你不去杀它 它是不会变异的 当你将它赶尽杀绝后 它在下一代就会改变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长 所以当医学家将疫苗研究出来后 微生物下次变异出来又不一样 这时人们就会开始研究新的疫苗 永远追不上其变异速度 因为在不断地刺激它 倘若不去刺激它 或许两千多年以来 都不会研究出疫苗抗生素 去刺激这些微生物 两千年后的微生物 与两千年前的微生物是相同的 虽然以上那些话说的有些极端 但这更像是对人类未来的预测 它究竟是跳大声的骗子 还是行医高手 我国迈入近代史后 随着西异解入 中医慢慢地被淹没 甚至有许多人认为 中医没有逻辑知识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 近几年中医在预防疫情 以及治疗上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足够证明中医的作用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将目光转移到尼海莎的身上 与他相关的授课视频 传遍各大网站上 更有很多后人尊称他为神医 医师 尼海莎1954年生于台北 祖籍浙江瑞安人 家里兄弟姊妹七人 他排老五 如今随着当代中医的不断发展 一些传统疾病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肥胖症 食物过敏 等一系列无法理解的疾病 而这种司空见惯的肥胖现象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放缓 而是以极快的速度 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 据学者研究表明 肥胖患者可能与家庭遗传 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自发现以来 这种疾病并没有得到改变 唯一能改变的是人类自身 说到食物过敏 在过去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虽说现在一丝空见惯 但从种种迹象表明 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变化 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 不再像之前那样 为我们提供支持 而此现象的出现 极有可能 与我们高度发达的 医疗行业相关 种医鬼才尼海上 提前14年预言微生物爆发 人类会因此灭亡吗 随着新冠肺炎的发展 德尔塔变异株 早已将奥密克戎取而带去 虽然我们对毒株的各大细节 恰好反映出新冠肺炎 感染后个人的表现 然而人类不能仅凭 一人的感染症状 去推测它的毒株更温和 随着毒株的不断发展 形势在逐渐好转 只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中不断变化的毒株 让我们对超级微生物 有了大胆的想法 据史上爆发的几次疫情 我们可以得出 所谓超级微生物 具备以下的条件 首先它会通过 飞沫 气溶胶 水源 血液 以及接触等方式传播 许多微生物引起的疾病 通常刚刚开始被人类扼杀 根本不存在传播途径的可能 因此它身为一种超级微生物 无论通过哪种传播方式 其感染力都非常强 此外超级微生物 还需要超强的适应性 这通常被称之为进化能力 它可以在各种极端环境中 适应并生存 最后则是致命性 谈到致命性对微生物而言 致命性会造成微生物 还没有在及时传播前就已死亡 因此某种微生物 一旦具有超强的传播能力 其致命性就不会很强 因此如果真有超强微生物 那在早期症状必然温和 潜伏周期也足够长 能确保它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感染近最多的生物 当宿主达到积累到一定数量后 可以进化出较强的致命性 如此一来 这种微生物则被称之为超级微生物 早在2015年时 研究专家曾在古牙里冰盖上 获得了两个冰心 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微生物遗传秘密 一共有30多种微生物 经过相关科学专家鉴定 发现只有4种微生物能够鉴定 其他微生物对科学界而言 全是未知 有许多声称这些微生物 具备超级微生物的潜质 所以它们非常担忧 气候变暖 而造成两极冰川融化 而且对于部分学者而言 即使是人类从没有见过远古微生物传播 也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打击 但不可能将人类摧毁 真正可以摧毁人类的超级微生物 极有可能是人类本身 人类未来会被超级微生物灭亡吗 究竟是危言耸听 还是科学预测呢 虽然它的前半部分 对超级微生物做自己的猜测 但其实有部分专家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这种微生物 能在自然条件下产生 正是因为人类发明的各种抗生素 以及疫苗可以杀死这些微生物 从而帮助微生物完成使者生存的变异 否则微生物几千年来都不会有巨变 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我们所面临的疾病变得愈发奇怪 倘若真有超级微生物问世 只能源于人类自己 原因是老年人体退化的免疫系统 在过去当我们遇到各种疾病时 总是依靠人体的免疫系统与之抗衡 只有当人类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才会选择依赖大量的药物 可是时至今日 人类无论遇到什么病者 第一想到的就是吃药 虽然这是一种十分安全的方式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 也损害了人体免疫系统 现在主观认为 因基因突变的增加 老年人更容易换癌 然而有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后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们认为癌病的发病率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其主要的原因 竟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衰退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胸腺每16年就会缩小一半 胸腺是T细胞分化发育成熟的地方 当在体内新肠癌细胞后 正常的免疫系统会使T细胞 形成前继续检测癌细胞 并试图毁掉它们 据相关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胸腺中T细胞的数量会逐年减少 从而给癌细胞苟且偷生的机会 进而增加了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癌细胞一旦达到重要临界点 就会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 真到那个时候 或许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 免疫系统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 倘若在将来的某天 人类免疫系统完全走下坡路 我们则会认为正确的疾病 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致命的噩梦 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疾病 就足以带走人的生命 对于人类而言 无疑是场灾难 一旦病发致死率百分之百 那时就是人类走向灭亡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